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1月21日星期二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慧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我们主要想说两单新闻 第一单是关于两名曾经参与理大暴动 因为怕被人拉而走老去到台湾年轻人的专访 文章写得很善情 就说他们在台湾找工作困难 提到去到当地的香港公司见工的时候 还觉得人家八卦他们所谓的抗争者身份 究竟当中反映了这些人的什么心态呢 第二单我们会说说之前跟大家跟进过 有一位15岁的少年偷鸡用小童巴达通 搭巴士结果被司机揭发断正 有报道说事件还有下文 有人向运输署投诉这位司机 要求处分他 但是处方就说 按程序要求巴士公司跟进和调查 同时有报道也都指 说这一对的母子原来是惯犯来的 今天我们会跟大家借这件事件 去分析一下一些社会的现象 黄梅光传媒就在日前刊登了一篇专访 两名理大涉暴者化名事司和Holiday 就说出了他们的经历 他们两个都曾经在2019年参与过理大暴动 两个人当时都是在香港就读大学的四年级 但是因为怕被拘捕 最后就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他们就申请了台湾地区的所谓 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专案 以专案身份就走路去了台湾 一去就已经是四年了 到现在都还在等着永久居民的资格 之后的文章就试讲他们在台湾找工的困境 都是不外乎我们之前说过的专业技能 没有互通认证 台湾请香港人做事 其实就是等同请外国人一样 所以门槛是很高的 当中最特别的就是 事司说到他去到一间 当地的香港公司见工的情况 他开始就说以为 大家都是香港人会明白自己面对的处境 但是就出现了 说那间公司问他的政治取向 问他是否抗争者这一类的问题 他说听到的时候都呆了 又说那间公司不关心他的工作能力 而事司也觉得这样问 其实是八卦他的身份 但其实他自己都知道 然后对于其他人来说 他们这一班参与过抗争的年轻人 是很危险因为要什么责任 至于是什么的危险和责任呢 事司就没有特别说的 大家想想一间公司无论有多或少的资源 实际这么说 怎会冒险请一个可能涉案的人呢 每一间公司请人问清楚是基本的 但是事司就认为别人问这些问题是因为八卦 我就是觉得其实究竟他有没有见过公的 更重要的就是这一帮所谓的抗争者 不是一向以为自己所做的是很光荣的吗 原来别人一问自己就呆了 还记得当日在理大里面 有人蒙着面说自己光明正大 事司的心态是否与这些蒙面人有多分相似呢 口说没有问题 事实就是真的不见得人 所以什么旷征光荣 全部都是骗人的 其实事实就是自卑 别人问一个正常不过的问题 就会暴风捉影 如果事实觉得自己当日没做错 又为什么这么在意别人问呢 事实受访的时候还说了一个观点 他说自己一定不可以被人抓到 因为不想妈妈去监狱探自己 一个成年人不是做事之前要三思而后行 反而做错了事之后不想承担责任 决定一走了之 这种根本就是一些荒谬的思维 至于Holiday还说离开了香港 就要努力做更多 争取各国支持香港民主运动 与其说这些是自我勉励 年轻人倒不如好好地 继续做好余下的工作 一场黑暴结果就是害了一代人 我们讲完海外的黄人 我们看一下本地的新闻 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说过一位15岁的少年 偷鸡用小童八达通就搭巴士 探讨的是港人暴躁 以及新教的问题 有传媒报道最新的发展 就说有人向巴士公司投诉那位司机 好像我们一开始这样说 只是说按程序要求巴士公司跟进和调查 巴士公司就做过两次的回复 第一次就说已经分事了那个相关的车长 亦都提醒必须时刻以礼待客 保持良好的服务态度 第二次回复就说车长向相关的乘客解释后 乘客已经支付车资 所以不打算报警 近年来不少人都选择北上消费 除了因为价格比香港便宜一大截之外 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觉得香港的服务态度差 反而国内消费得又便宜 服务又好 今次事件其中一个争议点就落在司机的态度上 认为它可以好言相劝 但我们也要重申一点 司机的态度或者是有改善的地方 但是巴士司机亦都有责任去确保乘客 去给足够的车资 我们假设如果那天 那天的司机真是好言相劝 就是这个牛高马大的少年 去给车资的时候 他妈妈有出现的时候 究竟好言相劝之下 有没有不同的结局呢 大家就真的不知道了 不过我个人就觉得未必会是的 因为有报道就说 其实那对母子原来是惯犯 或者亦都表示了 就是一直都有人纵容着他们 当看不到 结果就令到他们可以恶回司机转头 这里亦都反映了做司机 其实都是很艰难的一件事 你可以想一下 其实可能之前对这对母子 亦都有司机叫过这对母子给钱 但是当他们决定不给的时候 或者用任何借口 司机决定要停下车 就是一定要这对母子给足钱之后才开车 后面赶着上班 整班的乘客就一定会不满鼓噪 那么久而久之 司机是否要决定 究竟他可能会不会要纵容 只压开只眼闭 还是要坚持停下车 全架车一起 不能上班继续开车 一定要这对母子给足车 这都是两难 我们说到底 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职位 都应该要尽回自己的责任 如果用上述做乘客的事件做例 就是有没有给足车资 还有不要阻碍司机行车 其实责任和态度 不单止是服务人的身上 自己亦都有很大的责任 始终这件事是双向的 如果每个香港市民都尽回一点的责任 我觉得天下真的会太平很多 今天的今天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